好前面呢我们通过一个demo 体会到了Spring Boot应用的整个便捷 那所有的这些便捷特性 都源于Spring Boot底层的两个机制 一个呢是依赖管理机制 一个是自动配置机制 我们接下来呢就对它们来进行详细分析 我们先来说依赖管理 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想要开发Web的时候 当时只需要导入了一个Web这个场景 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这有一堆的依赖诈包就给我们导进来了 比如Web开发可能要用到日志 要用到接测处理 以及要用到Timecat等等这些功能 以及我们说的Spring,Spring MVC Spring,Spring MVC全都进来 为什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在写这些依赖的时候 甚至于都不用写版本 大家看我写Spring Boot,StarterWeb 我在这没有写版本号 全都是控制好的 但这两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导入一个StarterWeb 所有依赖都进来呢 首先我们说以后有了Spring Boot 想要开发什么东西都变得简单 你想要开发什么场景 开发什么场景 导入什么 导入什么场景启动器就行了 所以我们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叫Spring Boot,StarterWeb 我们称为叫什么 场景启动器 而且呢之前我们也说了 在Spring Boot官方 官方呢会命名 它的这个场景启动器 叫Spring Boot,Starter什么 如果你导的是第三方的场景启动器 那就是第三方 什么Spring Boot,Starter 这个呢小细节 大家记住一下 我们只要呢导入了场景启动器 我们来看 场景启动器给我们做了什么 首先点进去 我发现呢这个Spring Boot,StarterWeb 我们从头来开始看 它呢在Dependencies里边 也给我们导入了一堆 其中呢就有Jason相关的 还有Tomcat 大家会发现 Tomcat呢也是一个场景 因为它的命名叫 Spring Boot,Starter,Tomcat 点进来 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场景里边呢 它把Tomcat有关的 比如要用到的 Jaketa的一些API Tomcat的一些核心功能 它也都导进来了 也就是一句话 我们呢只要导入一个场景启动器 这个场景启动器 会自动的把它用到的 所有功能场景 以及相关的依赖炸包 比如这是Spring MVC的核心炸包 它呢全都导入进来 所以呢按照Main的 依赖传递原则 依赖传递原则 就是如果我A依赖了B B也依赖了C 那么A就拥有B和C B和C 所以呢我们做到的效果就是 只需要导入场景启动器 我们呢只需要导入场景启动器 场景启动器呢自动 场景启动器自动 把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的所有核心依赖 依赖全部导入进来 所以我们以后的开发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我想要做什么功能 导什么场景就行了 这是我们之前 一直说的这个事 但是呢大家再来思考 我为什么来导这个场景的时候 甚至于都不用写 白本号 不用写白本号的原因 那在这儿 首先每一个项目呢 都有一个副项目 我们说每一个 Spring Boot项目 每个Boot项目 都有一个副项目 这个副项目呢 叫它Spring Boot Starter Parent 它呢也是一个场景 对吧 它只不过呢 它是副项目 这个副项目呢 点进来 我们发现呢 这个副项目 还有一个副项目 所以呢 Parent的副项目 Parent的副项目 是谁呢 是这个 叫Spring Boot Dependencies 而我再把这个 Dependencies点进来 在这个副项目里边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副项目里边呢 首先有一个Properties标签 这个标签里边呢 声明了各种诈包的白本号 包括在下边 大家会看到 在这个副项目呢 里边做了一个 Dependency Management 叫依赖管理 管理了每一个诈包 而且这些诈包呢 它的白本号 都是动态取自于 上边Properties标签 声明的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 也就是最终解释了一件事 为什么不用写版本 因为每一个Spring Boot的项目 都有一个副项目 你想要导到这些依赖 在副项目里边 给你进行依赖管理 定死了版本 比如我来搜我们的这个场景 叫Spring Boot Starter Web 这个呢 场景就是305 甚至于呢 假设你想要导My Circle 我来搜一下My Circle 我来搜一下My Circle 比如呢 这有一个My Circle的驱动 我以后要用哪个功能 我呢 我自己在这儿 把它的依赖导进来 末日呢 也不用写版本 我来刷一下 大家看 我可以呢 在这儿来看 在这儿来看 看 我们刚导到My Circle 是8.0.32 原因在哪呢 原因一定在这儿 在副项目里边 管理了My Circle的版本 Ctrl C Ctrl V 这个呢 就是8.0.32 所以呢 也就是 我们把这个副项目啊 一句话 我们把它可以称为 叫版本 仲裁中心 它呢 把所有 我们常见的 常见 常见的 常见的 咱们这个 杖的 依赖版本 依赖版本 都声明好了 所以呢 就会实现一个效果 叫什么 我们只需要写依赖 不用管版本 比如 我们依赖了这个My Circle 比如我们写一个 My Circle的这个依赖 你呢 就不用管版本 版本呢 就是好的 但是 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 我哪一天 我正要给My Circle的 这个驱动版本 我呢 就不想用它 咋办呢 那也可以利用 Maven的特性 因为Maven呢 有一个究竟原则 我们可以利用 三 如果我们想要 自定义版本号 那也非常方便 我们就利用 Maven的 究竟原则 究竟原则是什么 就是呢 我当前项目 如果声明了 就用我的 我没声明 你可以用副项目的 或者用 我们的这些starter 自己导入的 这些人的版本 我用 就用我 我有 就用我的 好 那我利用依赖 的这个究竟原则 我可以把这个 版本号 改一下 Ctrl C Ctrl V 咋改呢 使用Properties 这个标签 因为在副项目里边 也是使用Properties 是不是进行管理的 来看一下 这些呢 版本号的声明 都在我们的 Properties 标签里边 那在我的项目里边呢 我自然就说一个Properties 把MySQL的版本 在这一写 比如我随便改一个吧 不一定有 8.0.31 因为原来是32 我先改一个31 我先来确定一下 原来是32 我改一个31 我刷新一下 哎 还真的改过来了 那就没问题 所以呢 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办法 利用Mainwin的究竟原则 直接在我们的Properties Properties 直接在当前项目 项目 Properties 标签中 标签中 声明 副项目 用的 咱们这个 版本属性 版本属性的K 有这一块的K 不能乱写 那当时副项目 用的是哪个K 比如呢 是My Circle 我是这个K 那你就写这个K 版本就改了 当然 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 我直接在这写死 这也是究竟原则 对吧 我在这写死的 那就用我的 我这个注调 一样 比如呢 我重新来改过来 0 3.2 我来一刷新 看一下 这就是3.2 我改为3.1 这也都没问题 我一刷新 这就是3.1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整个依赖管理机制 想修改版本号呢 要么用Properties标签声明 要么直接在Dependency 导入依赖的时候 在导入依赖的时候 声明版本 声明版本 也是可以的 所以有了这个依赖管理机制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以后呢 想要开发什么功能 把场景一导 这个功能的所有相关的诈包 全部进来 而且呢 版本也不用管 因为这些版本 都在SmartBoot的副项目里边 进行了版本仲裁控制 如果想要改 利用究竟言则 随便呢 在Properties标签改 或者呢 在直接导入依赖的时候 声明版本 也都是可以的 最终 小结一下 我们整个呢 依赖管理机制 它的原理图就是这样子的 我写的这些APP 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SmartBoot应用 我呢 可以创建非常多的SmartBoot应用 每一个SmartBoot应用 我们说 都必须继承于一个副项目 叫SmartBoot Starter Pair 就是它 而我们发现呢 这个副项目 它又继承了一个副项目 叫SmartBoot Dependencies 那就在这 而在这个Dependencies里边呢 管理了所有的依赖 以及它们相关的版本 比如 在这个Dependencies里边 我要做日志 日志相关的版本 都在这儿有控制 来看一下 Log 比如Logbank吧 Logbank相关的版本 在这儿有控制 比如我想要做Web开发 那Web相关的版本 在这儿也有控制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SmartBoot StarterWeb 我呢 想要做缓存 Redis 数据库 MySQL等等 所有的常见版本 都在这儿进行了控制 所以呢 我们直接 把这些依赖 给我们这个项目中 一导就行了 以后我们APP这个项目 拥有了这个特性 我们只需要导入相关的 Starter场景 这些依赖全部进来 然后相关的版本 被副项目呢 一个一个控制好 就是这么一个层级关系 但在这儿呢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如果是第三方的这个炸包 比如并没有在SmartBoot 副项目里边 控制的这个第三方炸包 比如我们经常会呢 用一个数据源 德鲁伊 Deride 好 把这个呢 数据源拿过来 搜索一下 好 要人机验证 点一下 那德鲁伊的版本呢 我点过来 来看一下 它 假设我用这个1.12.6 我如果要用这个 这个的版本号 那你就得设计 第三方 Boot 副项目并没有管理的 没有管理的需要 自行舍目 舍目号 比如就是它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如果呢 我现在想要用德鲁伊 我给这一导 如果我敢不写版本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来刷新一下 看 在这呢 就unknode 炸包的版本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SmartBoot 不管的 那 我在这 我自己要用 那我就得生命版本 好 我现在把这个版本呢 剪切放过来 重新复制一下吧 复制一下 就不能用它了 那就得自己生命版本 好 生命好以后 刷新一下 刷新 好 重新刷新好 那没问题 德鲁伊这个版本 那就是对的 1.2.16 这是我们说的 什么Boot的 第一个 叫依赖管理机制 可以自动进行 依赖管理 版本仲裁 我来自动进行 帮助 打赏管理